今天全球现场我们先带你来聚焦的是大陆外长王毅时期要在出席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论坛时和德国总理萧姿也举行了场边会晤 好这个中德之间领袖他们在讨论的哪些重点呢 王毅首先就表示中德应该要排除干扰继续坚持开放自由贸易 而同时间王毅他也指出今年是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十周年 双方应该要总结成功经验加深互利合作 好同时间德国总理萧姿他也表明了德国的立场 他表示德方是反对保护主义也反对脱钩锻炼乐见中国大陆发展振兴 希望为其他国家在德国的企业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 好同时间王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论坛期间除了跟多国政要还有这个政府高层会面之外 也积极在论坛上重申中国大陆的立场和主张 谈到争议海域的问题他表示台海的问题无法和红海的威胁相提并论 另外提到南海的时候呢他强调还是要以对话谈判来解决问题 但是话锋一转他暗计美国动辄顺耀武力 南海驻岛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周边一些国家就相继地占领了中国的南沙的一些岛礁 中方保持着克制 我们提出来要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问题 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推动东盟十个国家 同盟一起签署了南海各方新闻宣言 中国和东盟国家我们有能力有智慧 我们来维护好南海的和平稳定 维护好南海的飞跃和航行自由 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头号政敌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16号惊传在狱中促势 这个消息一出引发隔绩的哗然 而现在更有外媒分析纳瓦尼之死 撼动了日前在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论坛 因为本届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依旧聚焦的焦点主题还是 俄乌战争带来的欧洲安全挑战 而且现在包括了俄罗斯境内世界多国都有声援纳瓦尼的抗议 好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呢 俄罗斯各地都出现了抗议的人潮 也有许多的民众他们是自发性的上街哀悼 但是陆陆续续遭到俄罗斯当局给逮捕 根据人权团体进一步的指出 在俄罗斯的30个多个城市当中 已经有至少400个人遭到逮捕 英国伦敦 德国柏林等等大城市 也都出现了抗议示威的游行 还有献花的悼念活动 另外现在被发现纳瓦尼他的遗孀在IG上头 po上了一张两个人的合照 留下了一句我爱你 也让许多网友说非常的感动 好 另外来看到的是这个两岸之间 这一起政治事件 因为呢先前有大陆两名的船员 因为巨检 所以最终是落海死亡 大陆国台班在17号的时候表台 说海峡两岸是同属一个中国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禁止及限制的水域 同时间大陆外长王毅他也在出席慕尼黑安全论坛的时候 他强调现场回应台湾问题时 他说统一必将实现 因为这是14亿中国人民的坚强移植 大陆一艘载有四人的快艇 14号越界闯入金门海域 遭我方海巡人员追砌时 因巨检蛇行导致反复酿成二死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指出 这艘渔船因为进入禁止水域 海巡署依法行政 大陆国台办17号深夜 再度发出声明回呛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 两岸渔民自古以来 在惊吓海域传统渔场作业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禁止及限制水域 并重申台湾方面粗暴驱离大陆渔船 导致两名渔民遇难恶心事件 引起大陆各界强烈愤慨 严重伤害两岸同胞感情 要求台湾尽快放船放人 道路方面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一切后果由台方承担 另一方面 第六十届慕尼黑安全会议16号登场 道路外交部长王一眼说 也再度提及台海问题 反对这个两岸同意的 要搞独立的是谁 不是我们 而是目前在岛内执政的 这个党叫做民进党 要想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就必须要坚决地反对台独 因为台独和台海的稳定 是水火不容的 除了再次强调 台独和台海稳定水火不容 王一更警告西方 寻求与中国大陆脱钩 将犯下历史性错误 反对脱钩锻炼 现在已经成为国际共识 谁试图以去风险之名 搞句中国话 谁就将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以把停火谈判 目前看起来不太乐观 王一也喊话 大陆的立场很清楚 就是要立即停火 开启轮道救援通道 以及尽快召开国际和平会议 重启两国方案讨论 记者综合报导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变航运作 机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 一神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